3 2 1 请接牌 才适应的服务 串联中央与地方资源 回应基隆市民的需求 与议员们一起 攜手打造健康基隆 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在国会服务 那当然基隆的乡亲 也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所以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成立了服务处 也对乡亲有所回馈 那也很期待乡亲 能够不认更多的指教 还有如果有任何意见 需要我们处理的话 那就麻烦大家 再利用这个好的空间 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人才 包括在党部里面 有明治主委 还有我们的执行长 可以替大家做所有的服务 所以很期待大家有空的时候 来这儿逢队 也来这儿给意见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在基隆我们党部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议作 议员在现场 帮大家做各种的服务模式 那当然地方的建设需求 还是从我们的各个议员里面 去提出各种好的想法 跟好的做法 来给乡亲做服务 毕竟中央还是有中央的一些资源 如果透过中央资源 跟地方议员的合作的话 我相信对乡亲的服务 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忙 所以我们很希望把这样的合作模式 可以建构起来 让我们的议员 在帮助大家的过程里面 也能够从中央得到更适当的资源 包括张浩瀚 斯伟正 洪生勇 曾宜芳 张志豪 与文化家等民进党及议员 还有多位里长都出席成立记者会 市党部主委林明志表示 未来基隆市各个行政区 要争取中央建设 也能透过王正旭向中央争取 王正旭委员是属于 我们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的委员 那也很感谢他 因为他在就任之后 就在基隆这边 开了一个服务处 来认养基隆这个责任区 那透过这一次成立 查会的这个过程 我们也希望未来王正旭委员 跟这个我们当地的 所有的议员先进 能够一起努力配合 争取地方建设 让基隆能够逐步走向 更好的未来 大力促成王正旭成立 基隆服务处的前立法委员 蔡世英希望借此让市民知道 民进党的基层服务一直都在 我们特别跟王正旭 王委员提到说 他长期也是在基隆的一份子 希望他接任不分区立委的过程当中 除了在中央立法的工作 在医疗方面的努力之外 在我们基隆市民对关心的 相关议题方面 也能够贡献更多的心力 所以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 服务书成立 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 那我相信过去世英的团队 跟我们未来王正旭 王伟团队 继续来为我们更多的基隆市民服务 那如同刚才我们党部的主委有提到 基隆市民的需求是非常多元的 无论是更需要中央的资源的协助 那我相信这方面我们都非常有经验 也未来会继续来协助基隆市的市民 基隆的相关单位 争取中央更多的补助 那对基隆市来讲中央的补助越多 基隆市的进步越快 记者张旗潘 基隆报道